它才會更好看 就像你穿泳衣一樣 你穿比基尼的時候 一定要... 是要很乾淨很整齊 然後這樣比較好 所以也會對等的要求 男伴也是要這樣子嗎 不用 那會不會太過分 來 這個小喬 嗨 有沒有 你是相當整齣 因為這邊也包括了化妝等等 眼睛 嘴巴 皮膚都顧到 所以他接下來就說下面的毛毛 可能這邊 他也覺得是女生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對啊 我是第一個去雷射的耶 因為我不喜歡Wax 我不喜歡那個蠟 所以我是全身臉這樣 鬍子這邊 做一次痛 對啊 就一次 然後就永久 雷射掉很乾淨 對 因為其實這個好像 也算是一種禮貌 以前沒有人公開去提過這件事情 因為我之前也在專欄 有寫過這件事情 但是就很尷尬 不會 不會開 不會耶 不會 對 我覺得這是一種禮貌 然後也是漂亮 然後你自己穿內衣內褲 或者是穿比基尼的時候 你自己會覺得 就是好漂亮這樣 就比較有自信 對啊 不過我倒是建議雷射就是 因為我之前就是 用其他的方式 有時候皮膚會過敏 很痛耶 不會 可是完了之後就很乾淨 因為步驟是就像影音寫的 他說第一個呢 你要決定形狀 比如說一個小V或O 或長方形或字母或心形 或小花圖案 還有愛心跟三角形 我覺得會滿特別的 對 閃電 閃電 顏色 閃電 妳講的是那個 Sex and CV裡面 他變一個男人的標籍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們 就像我剛剛講的 在他們經營的空間裡面 去選擇很多不同的品位 讓大家選擇 有更多選擇 同時他們也交到 這麼私密的部位 所以當然大家還是會很好奇 他們隨身帶的會是什麼 孫芸芸溫柔甜蜜公式 女人絕對要學起來 我會撒嬌的老婆 通常我都會一直吹在她 好棒喔 然後她就會 她每次都說出一張紙 如果說那個廖先生生氣了 就是說 好 你不要再講話了 你不要再講了 然後小花圖先生說 她叫什麼 當然大家還是會很好奇 他們隨身帶的會是什麼呢 除了有半條黃瓜 半條之外 是不是有帶化妝包來 對 我就是會帶 擦身體的油 然後... 擦身體的油會隨身帶 因為我喜歡曬太陽 曬太陽的話 皮膚一定要油油亮亮的 比較曬太陽這樣子 所以我喜歡 然後擦頭髮的油 擦頭髮的油也會隨身帶 因為我頭髮有自然捲 它會毛 我只要碰到一下雨 然後我這邊就這樣Q 然後整個頭髮像爆炸頭一樣 好好奇喔 好嗨 我跟你講 然後我喜歡就是涼涼的糖 因為我不吃口香糖 我已經很多年 有七、八年沒有碰過口香糖了 為什麼 因為口香糖吃的點會變寬 咀嚼肌 我都吃涼涼 吃檳榔的 你很害怕 嚇到 這個是護甲油 然後還有口紅 腮紅 怎麼都沒看到補妝的東西啊 就我口紅這個 口紅就夠了 唇蜜 對 還有唇蜜 然後眼線筆 因為平常出去... 沒有粉餅 沒粉餅耶 我皮膚乾 所以我不擦粉餅 比較少用粉餅 對 還是你隨時就走到自家專櫃 就開始塗一塗 我有時候走到皮膚專櫃上 我會這樣 我補個腮紅這樣 然後我就走了 它就是這樣 像亂流一樣這樣 這樣飄著 對啊 對 就是類似這樣 然後可能就擦一個 妝容這樣子 我比較少會帶化妝品 是因為我平常... 因為我不脫妝 然後如果是... 因為我皮膚乾 所以我不太脫妝 要不然就是可能就很少上妝 就這樣子 令人稱憲 隱隱 神秘的隱隱 穿得黑黑白白的 但是它的包你看到沒有 透露一點 所以它燃成彩色 我的... 我的平常戴的一定... 我一定會戴粉底 粉底 對 然後以防萬一... 粉餅 對 以防萬一就隨時補妝 然後我一定會戴這個 全身擦的乳液 因為我穿短褲比較多 所以我希望腿看起來 就是亮亮的 很健康 好有禮貌 你知道我們都忽略這一點 有時候我們出去就短裙短褲 根本不會戴乳液 對啊 根本不持身膝戴乳液 我覺得說夏天亮鞋的時候 像我腳趾頭也會擦乳液 腳趾頭也會擦 不會很滑嗎 滑溜溜溜 不會...就是補那個指甲 旁邊的肉旁邊 就是出去穿亮鞋 一定先擦在車上才出去 魔鬼就藏在細節裡面 真的 對啊 所以當人家看到你的腳的時候 不會敢這樣 對 這一罐是噴臉的 所以是補充水色 然後這一個是睫毛膏 然後眼霜 然後這一個 這個是牙線 牙線 所以是要保持乾淨 因為很... 你跟人家講話 人家會注意到你的嘴巴、牙齒 所以要很有禮貌 然後還有我們遮瑕膏跟粉底 我覺得他們... 黃瓜什麼時候吃掉 很...很晚的時候 你剛剛吃完了 是 我覺得有耶 有跟我一般看的女孩子 還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種小細節上面的不一樣 可是每個東西看起來 都乾乾淨淨的 都沒有一點點 對 他們會注重到 比如說剛剛講指甲的皮膚 然後亞綫棒這些 小小裡面都是一些 摩托酒對不對 藥草瓶 小罐的腳 小罐的發卡 沒有啦 我也是差不多 就是大罐的幾個 跟妳的意思不是同一款嗎 對啊 有沒有很Over 然後當然粉餅 我一定要粉餅 結果出門一定要 帶粉餅 然後小罐香水 然後 這三個我一定要帶 不管包包大還是小 那假如說可以有大包包的話 我裡面還會再加 大家都有資源油 資源油 就是一定 譬如說穿兩下 像剛剛他們講 一定要這個 我覺得很多女生會忽略 忽略 對 或腳跟 腳底 腳踝 那部分 其實男生也會很在乎 這些地方 真的喔 就是看他的指甲 有沒有一些 對不對 男生會注意 男生其實會注意耶 對 因為我是上班族 所以有絲章 絲章 沒有穿折 待會會出現 我有個人印象在裡面 對 就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他們很享受當一個女人 是不是這樣 瑩瑩 真的喔 你覺得當女人最大的樂趣在哪裡 我覺得我們可以做很多事 是男人做不到的 有什麼 像譬如說 我覺得最享受的應該就是 當然是我當媽媽 我覺得 紅葉的時間是我們最享受的 有很多人在旁邊疼著你 然後你看著小孩 一天天的長大 那是我覺得男生感受不到的 但是有下輩子的話 孫女人應該想要當男生吧 會嗎 不要 我喜歡當女生 我好喜歡當女生 因為就是從 我的認知覺 就是女生從小到大 就是都會比如說 那功告沒操到 可以見一下嗎 然後隔壁就會見你 我覺得女生就是 很容易可以就是 然後就上家了 或怎麼樣就好了 然後就是你可以屬於 被動狀態 就是被照顧或被疼的 那一個部分 男生就會需要努力一點這樣 所以聽說 你是一個很會撒嬌的老婆 是不是 真的,小喬 對 他的腮奈功夫是... 很厲害 比如說 腮奈有很多種不同的時刻 比如說老公生你的氣了 你遲到了 或者是你做了一件 他不太開心的事了 那這個撒嬌的時間 大概多長 他就會破涕微笑 我覺得每個情況不太一樣 對啊 可是通常我都會一直稱讚他 好棒喔 然後他就會 他每次都說我出一張嘴 然後那種苦菜是說他在做這樣子 大家要想像他現在這麼可愛 然後音調這麼溫柔 我是聽一個他們附近的朋友爆料 是 說如果說那個廖先生生氣了 就是說 好,你不要再講話了 你不要再講了 然後小乖就會說 他叫我不要再講話 不能講嗎 真的不能講嗎 就還是一直在講 對,你也會講 是不是 就我很愛講話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講 然後就算 我有時候拿東西離開的時候 我還是自己跟自己講 會一直講... 很喜歡講話耶 所以這老公怎麼能不疼 這個愛死了 對啊 我就喜歡講 所以要老公疼的話 我覺得當然還是女人 大部分時間輕聲細語啦 對不對 然後其實也可以很大聲 但是就是 對他要就是... 就是要撒嬌 我覺得男生很喜歡 比如說你是打從心裡 真的稱讚他 覺得他很棒啊 或者是就是... 就是很甜蜜這樣子 做一些這樣子 而且你常常說 在大面說他很帥很帥 你真的覺得他很帥 我真的覺得他很棒啊 為什麼要笑 你在最大檔演他先生的是誰 是我 就知道 真的嗎 不是,我覺得他跟他老公的感情 我覺得已經好到有點... 那有時候覺得不可思議 就是...